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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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TON! 買電槽是怎樣? 我們今天做一些潮流尖端 都不知道算不算 還未是很普及的 這個就是 爆漿歐華田西多士 香港是會這樣叫的 不過其實這個東西 你好像很港式 但其實在某些地方 基本上已經 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很久的歷史 他們會叫它做 流奶華 不要問我為什麼 好像港產片的人名 也需要找一些這樣的材料 除了歐華田之外 基本上你也有的了 其實不用特地去找的 其實沒有一個很官方的做法 人人都不同 有些人是用西多士來做的 有些人是用French Toast來做的 有什麼分別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之前的西多士影片 以及這個... 真點西多士 即是French Toast的影片 我們今天就不用西多士的做法 就不用港式西多士的做法 不是炸的 因為那個就太簡單了 那個沒什麼特別 如果你是喜歡那個版本 那你就直接炸西多士 之後 skip到去做那些... 醬的部分 那我們首先要兩隻蛋 這次我們是用一個煎的方式 兩隻蛋其實有很多的 一隻蛋太少 所以如果你兩隻蛋 其實你可以將那個... 多士變厚一點 其實你可以買一塊厚多士 或者直接... 如果你可以做三塊都夠 三至四塊都夠的 你看你想不想 你可以直接...直接蘸的了 但是我們會加一點點奶 讓它容易吸入它的包 讓它入得深一點 因為蛋那個張力都很厲害的 它就會只是包在一個面上 加一些奶稀一點 它就會浸得深一點 就是好像... 那些雞蛋布丁 不是...麵包布丁 那樣 之後就到這個... 蓮奶 給一點甜味 讓它成塊本身的底部有些味 那你可不可以放的 你怕你就不要放了 這個蓮奶呢 待會你會看到很多的了 真的沒有 唉... 糟了 啊...家裡沒有蓮奶 怎麼辦呢 你看回做蓮奶的片 我們的Library真是好 越來越...強... COOL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那個...底部了 那就把麵包浸下去 那我...這裡有兩塊孔芳包 你喜歡飛邊就飛邊 不飛就不飛 不過...我就建議你不飛的 如果你不是做西多士的話 就是你是...你是沾下去... 成塊煎的話 我就建議你留下 因為都不會很硬的 麵包的營養呢 是來自...皮的 白麵包裡面其實是沒有營養什麼的 那我們浸遠了 這個東西就沒什麼大用了 你可以拿它來做其他東西 這個東西就可以準備煎了 不過呢 與此同時你可以先做好其他東西 待會做起來就會簡單一點 就是那個醬了 其實呢 這一塊東西呢 你說... 是不是好像流心西多士那樣呢 其實都有 好像流心西多士那樣 就是把餡料放進去 然後那個東西一熱了 然後一湯開就漏出來 不是...它不是那樣東西來的 它是好像那些... 呃... 流心蛋糕那樣 就是呢 其實它是在... 在頂上那裡 淋上去的 之後呢 你一切開 然後它就在頂上流出來 其實就不是在餡裡面的 所以... 自由度很大 好 那怎麼做的呢 那個東西大概 需要一個... 奶醬的東西 我們呢 這裡有一點點牛奶 啦 為了給它更加奶 那我們呢 還有給它甜味 那我們呢 就會加蓮奶 蓮奶呢 多一點點 因為整個的甜味 就是來自這裡的啦 那跟著啦 你可能會問 那要不要加點鹽啊 鹹味啊 那就看你了 之後這一部 會加一塊芝士下去 我們這次的凝固劑 令到那個... 奶醬呢 有一點點凝固一點的質感呢 就是來自芝士 還有來自它的鹹味 那如果你不想加芝士的 你就... 加一點點鹽就可以了 其實... 你可以加一點粟粉 令它凝固一點 但是都... 都... 不是... 100%必須的 好 那我們呢 就拿一個普通平底鍋出來 一點點油 一點點可以了 因為我們還有秘密武器 我們還有秘密武器呢 就是... 牛油啦 牛油 加起來 煎下去 一定是更加好吃啦 就不用說了 那為什麼要加油 又要加牛油呢 因為呢 今次都會煎多久的 以及會煎兩面的 如果你只加牛油呢 你有機會呢 會煎焦的 所以呢 會需要加一點點油 這樣就會耐煎一點 牛油溶了 我們燒熱鍋 用一個中火煎了那兩塊多士 它... 這個東西是看那些... 美食節目啊 不是美食雜誌 然後它就說有一間... 茶餐廳現在開始有得賣了 那它就是... 西多士來的 你...你自己做呢 都可以用西多士的 就是... 照兩塊麵包 中間茶醬 然後沾蛋 然後直接丟下去炸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呢 如果你是有利用樽紙醬 我自己會覺得好一點 差不多 他們呢 用一個低一點的火力 慢慢煎 因為呢 裡面吸的蛋漿 那個蛋漿 如果裡面未熟透的蛋漿呢 就會有一點濕濕濕濕的口感 就不太好 煎夠透呢 因為它裡面是雞蛋 那它就會凝固 凝固了呢 那個質感就會好一點 沒有那麼像... 索水麵包 按一下角 通常那些角不熟的 好 那你見呢 煎得差不多 類似這樣的樣子 那就OK的了 那就第一塊完成 這個東西都是幾打卡的 但是它的打卡是只是切下去流出來的那一下 吃起來都挺糊塗的 每吃都 好 不錯 非常漂亮 好了 那我們呢 第二塊都煎好了 那第一部分呢 就完成了 我們呢 現在呢 就可以開始做第二部分那個醬的部分 我們會用一塊芝士去的 然後呢 剛剛呢 所說的 牛奶和煉奶倒進去 為什麼我說這個東西這麼沒有標準呢 因為我都開始在那裡找 究竟這東西是什麼來的 然後當然是芝麻筋的 我都說這東西 香港雖然不是很多地方有 但是其實是流了很久的 所以我就看了 有些人呢 是教你呢 這個東西呢 加可可粉下去呢 然後淋上去之後 最後加可可粉的 然後他告訴你 那個東西叫做 流奶滑 那那個滑是什麼滑 劉德滑還是 吳啟滑 我也不知道 總之呢 這個重點就是 煮完淋上去 然後面上有一層粉 那就是的了 我們用一個慢火 煮滾這一堆東西 如果你很怕芝士味的 加半塊其實都夠的 這個是個人喜好而已 沒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是喜歡吃甜的 那可以怎樣做呢 這兩塊東西 現在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你可以多加一點 擠多一圈煉奶 然後再撒一點柯華甜粉 那就會餡料 都可以再多一點味道 其實我試的時候是有加的 就是很多人一起吃的 現在呢我就準備自己吃 那我就不加了 慢慢地溶解 那這一堂東西呢 我們那個底部就完成了 那你見到呢 現在是有 藥乾的濃稠度 因為有芝士的關係 好了 那我們就準備最後一個步驟了 首先第一件事 按一下麵包 因為我們有連麵包皮的關係 所以這個東西呢 這個步驟就難不了你的 我們將呢 我們那個醬呢 淋上去 就是這樣而已 歐華甜 然後呢 一個網 約兩至三斤左右 好了 那我們就灑下去 極致癒 是不是 有沒有人覺得我做得很漂亮 流心爆漿 歐華甜 西多 完成 好呀 那我們呢 今次這個 爆漿歐華甜 西多士就完成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它呢 有一個最佳的食用時機 就是呢 倒完 馬上吃 攤冷了一點點 基本上呢 那個漿就會慢慢地 越來越濃 所以呢 如果你是 真的 有機會想冷一點點吃 不想熱鬆一點吃 那你呢 那個漿牛奶 可能會多一點 不然你就會好像我這樣 半炒車地 未夠 未是最流的狀態 可以再流多一點點 加一點點牛奶 大概是 那它就會比較流一點 就算你是 有一點點冷 不是一煎完 馬上切 它呢 都會是 超棒的狀態 來 給你看看 現在就是這樣 加芝士呢 如果有一點咖啡味 它就會 就會是Tilamito 超開心 就是這樣 難度呢 接近零顆星 但是成本效益 都由三顆 而這個呢 的還原度呢 五顆星 因為真的沒有標準的 所以你一定可以做到你的標準 而且可以發揮很多創意 基本上不一定是華田的 美綠啊 還有那些三合一啊 即蔥那些抹茶 你都照是可以 總之一包一條裝的飲品 基本上你都可以拿來做這件事 那你就可以變成一種 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你去沖飲的地方 那你今天的 因為超級香蕉 自作煲糕就完成了 之後我又加給你了 好 那麼今天這集來到這裡 記得按讚、霖 sec 歡迎訂閱 喜歡加入 歡迎讚,再逢4月4月3月5月5日 明天是十日多了 會有 很肥啊 不過真的是 都不是那樣的 糖 加脂肪 加澱粉質 等於好吃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Bye bye 因为面包不是很新鲜 我冰了很久 所以很适合拿来做这东西 简直是天才